好一段时间没看到人 跟他一起敞扬大海 不仅苏梅雨凑热闹 另外一头鱼群更将人团团包围 这是帛琉现况 知名长沙滩过去人潮爆满 但现在走在上头几乎都是当地人 武汉肺炎冲击全球观光产业 帛琉疫情稳定 成为我国旅游泡泡合作计划首选 当地导游及饭店业者乐观启程 已经都传开来了 那大家都蛮乐观启程的 因为他们当地的报纸 也有刊登这样的消息 其实大家都蛮期待的 比如说一些日本的云社都说 如果有进一步消息的话 麻烦在家怎么说 那可能他们也是 有想要做这样的规划吧 到帛琉工作七年的 Lucia笑着接受访问 因为真的好久没见观光客 后疫情时代泡泡旅游 象征性意义重大 过去华航直飞 帛琉海上活动居多 除了到大段层 新空夜调 还有澎湃海鲜料理 过去团费就要三万起跳 后疫情时代价格可能更高 贵在哪 除了自己选的饭店等级 航空公司为了防疫 机位也会有所调整 加上要出国 就要检疫证明费用 林林总总 整趟旅行 恐怕至少贵七千以上 一万我们电话是都不会响 但是这两天 我的电话跟Line 是想不停的 以我个人的感觉 可能就是要在11月12月左右吧 最快的部分 台博航权一周八班 疫情前华航每周飞三班 而目前华航分配到每周六班 长榮则是两班 观光产业统统准备好 只差政府专业判断 三星期间再见 旋律爱宝台北报道